我们先来看一个全新的车型 广汽本田的志载也是ZRV 那么它是基于跟行格同名台的 HA平台来打造的一款车型 HA平台的特点就是在于轻量化重心低 而且在整个驾驶性能上 有着很好的一个不错的表现 那么这台车整个外形上面 大家是不是有点眼熟 很像之前老款的本田的一些运动车型 比如S2000这种设计元素 当然了在车头进行格栏部分 也是跟现在所有本田家族的设计 有了很大的变化 不再是T字形的造型 而是我觉得是一个复古的造型 八角形的格栏以及错位的大灯设计 这是本田曾经跑车的设计元素 我们一起来看看侧面的造型是怎么样 我们在正侧面的时候 就完全可以看到这台车 关于重心的一个调整 那么车人高度只有1621 这跟我们印象中的SUV的车高 是有着很大的差距的 整个车下方黑色线条 以及GRV的命名 也在整个本田体系当中体现了 它是一个SUV的定义 整个车尺寸 我们来简单说一下 4568的车长 2655的轴距 这个尺寸是基于宾质和浩颖之间的一个车型 那么我们也看到在后门位置 没有延续过去宾质这种隐藏式门把手的设计 反而保留了传统的这种门把手的造型 说实话我是很喜欢这样 这样的话让车前后的视觉会非常协调 车尾部的造型延续了车侧这种圆润的线条 一直到车牌照的部分 那么车尾灯也是采用透明灯组的造型 我们可以直接看到灯内的刹车灯 室宽灯以及转向灯的位置 作为HA平台车型重心低的设计 大家会发现它后风挡玻璃的角度 与我们认知SUV的后风挡的角度要大了很多 甚至说你可以看到一种浅浅的这种溜背的造型 整个车尾的造型 说实话线条非常的简单 可以说这一套的设计语言 应该是本田家族最新的设计语言 我们一起去内视 看看是有什么变化 这台车整个内饰的软包覆盖率 实实话还是让人非常喜欢的 那么整个中控台的造型 你会发现跟形格是采用了 最新的本田家族化的内饰设计 另外一点大家会发现 在中控台这个马鞍型的造型 和门马手有着相互辉映的这种设计 那么这个马鞍造型的中控台 其实本田也进行了一个非常好的空间优化 这是广西本田非常擅长的一点 前方有一个非常大的而且平面的储物空间 可以放手机之类的 包括最新版本的钥匙 那么两个水位架与这个储物盒 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储物空间 在马鞍型造型上面 我们看到了驾驶模式 陡坡缓降以及手刹等等这种快捷键 由于上方的收紧 你会发现下方的USB以及Type-C的插口 使用起来就非常方便了 当然了在这个桥梁之下 你可以把手机放在这里 那么作为广西本田的车型 座椅的舒适度一直是这个品牌 非常擅长的一点 包括我们可以看到两个十寸的液晶屏 以及所有这种物理的快捷按键 都非常有着广西本田的特点 作为广西本田的车型 我觉得大家对于空间的这个概念 完全不需要担心 2655的轴距为后排也提供了一个 相对宽裕的一个乘坐空间 靠背的角度微微向后一点点 你别看这一点点 让你乘坐非常舒服 当然了广西本田的座椅 一向是以柔软著称的 后排除了标准的水位架 空调式出口 以及两个Type-C的电源之外 这台车的音响 采用了BOSS音响的整体的调校 你会发现在后门 也有高音头中音喇叭的位置 包括在你的头部位置的C柱上面 也提供了一个音源 整台车的重音的喇叭 也放在后备箱里面 所以这台车整体的乘坐舒适动 从各个角度上来讲 还是不错的 这台车配备的是一台1.5T的 高功率涡轮增压VTAC发动机 这是本田的合金技术了 它能给我们提供一个 28码240牛米的一个动力输出 同时还采用了一个独有的 调调技术加上本田独有 这个G Design Shift的技术 这一套技术的总成 可以让整个车的加速感 以及乘坐的舒适动 相对来说有所统一 那给你的整体感受 就是在于它整个驾驶过程中 你会发现动力输出的非常的轻盈 同时配备CVT变速箱 让整个车辆行驶非常的流畅 有人会说CVT变速箱打滑 或者说CVT变速箱在加速的时候 没有那么的有力量 这台车给我们的感受是当你切换到 运动模式情况下 它的动力输出和我们过去驾驶 AT变速箱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 它是这种持续的轻快动力输出 这样的一种调校 会让后排乘坐的人员非常舒服 这台车拥有一个5.2米的转弯半径 它也是广汽本田加速点的转弯半径 最小的车型 作为广汽本田的车型 它也继承了独特的一种低吨点 高试点的设计 低吨点能够带来非常好的驾驶体验 那么高视线点对于较小的车辅来说 视线能够保持非常的好 同样这台车也给我们提供了四种的驾驶模式 那么运动模式 标准模式 经济模式 包括雪地模式 这四套模式对于我们日常生活中能够遇到的路况 基本上都可以一一的去试用 总的来说 这台车更加倾向于年轻人 包括车内的设置以及外形的设计 更倾向于驾驶状态的一个车型 当然了 这台车作为一台家庭用车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刚才我们提到了后排的乘坐空间 乘坐舒适度 以及更加实用的变速箱 包括BOSE的音响 也能够带来全方位的这种舒适体验 就念着音响 我们下来开启чики 感谢门